各位好 Farabelle 灰熊 快一個月了 這個點評積累很多 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把圖先接下來 放在相簿裡面 我照著時間的順序 把相關的我們也一起做一個點評 那點評的目的其實就是要 他三之十可以公錯 也就是說別人畫過的 或者老師畫過的 或者是不管whatever 你都可以從裡面學到一點東西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畫面上這個是Yana 他畫的 我要各位看 因為這之後有一些畫友們 一起畫了這一張 那我們最主要的 要點出來的東西就是 我們在案面裡面怎麼樣 把色彩放進去 以及物狀區跟色彩區怎麼區分出來 各位可以看這些花 如果各位仔細看 我們先看一個叫做 Altramarine的color 它出現在哪裡 Altramarine它是一個藍色 所以它應該是出現在暗面裡面的白色的花板 所以你看到了 Altramarine的藍 好比說像這一塊 這一塊 然後你看到的是這一塊 你看到的是這一塊 那這些藍色就代表了一個花的暗面 所以它一定必然有什麼有東西擋到了 然後才有暗面 所以它是跳著的 它不會一片都暗的 那越靠近我們的暗面會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靠近我們的花 它的花瓣會比較大 好 所以首先我們要講的這個叫做觀念 就是說我們用了一個暖色是一個藍 那那個藍放在白色裡面 它還可以顯示出白色的感覺 這就是一個畫畫的一個目的 你學會的一個觀念 好我們來看第二章 那待會我們先來同一類型的 那這樣的一個綠色是粒解的 那這樣的一個綠色 有沒有辦法呈現在暗面的藍色呢 就比較難了 各位如果你們去看暖綠色 什麼是暖綠呢 那就是Altramarine加上Yellow ocher 所以這一塊它就應該相當 這個的面積就相當我們剛剛看到的藍色 它應該是一個Yellow ocher加暖 暖色的Altramarine 各位可以看出它是什麼顏色嗎 如果在這個很鮮硬它就是冷藍 可是它加了Yellow ocher 那這個是Yellow ocher加上冷藍 我們反方向去解讀我們原來歷捷 大哥他所畫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我們就曉得說 如果你用了色彩的色溫 是要創造一個暖綠的話 那這裡應該什麼 這個就是暖綠的感覺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那這個呢 這是冷綠 所以在陰影裡面呢 它就不會有兩個色彩 兩個冷跟暖 它必然是有一致性的 那我們來講花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剛才我們剛剛看到的Altramarine 它是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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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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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空間就不代表說 有花遮擋到暗面 這是第一個 我們來看到粒解的 這個呢 這是素雅的 素雅所有的色彩都比寧模 也老實的 你可以看到它用藍色 那會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剛剛有解釋 花是不是有近跟遠 所以近跟遠 它應該有大跟小 就離我近一點 離遠一點 那藍色的位置呢 擺要擺在哪裡 擺在它的暗面 或者說這個花的背面 你看剛剛 嚴老的後面呢 它有一塊藍色 意思就是說這個藍 是要從很大的面積 中等的面積 一直到最小的面積 也應對付這個 每個花瓣的大小 所以這裡的花瓣 應該是這裡最大 這裡次之 然後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這樣還能表達這個 這個應該是百合的 它的空間的感覺 我們在畫這種 比較大型的花瓣的時候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玫瑰 比較小的花瓣 大型的花瓣 通常它比較有透視感 比如說它面向你轉 或者是面向側面 這一些空間的感覺 都要把它表達出來 因為它是比較大 小的色當然 我們就可以用Edge的方式 大的花瓣 你如果去表達 並不是去把它畫兩個平行線 然後前大後小 然後有個消失點 不是這樣子 是利用大花瓣 它底部的陰影 它所呈現的那個色塊 你用塊狀 條狀 線狀 絲狀 然後用Edge的去表達 它一定會比你 只用形狀來的抽象 而且你表達的東西 遠超過形狀 因為你還含有色彩 色彩的溫度 色彩的灰跟彩 這等等等的層次的這種 色彩告訴你空間的這種距離感 遠比你只是兩條線交叉 這樣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就是鐵軌的方式 它到最後會交叉 比這樣的告訴你的訊息 要多很多 也就是說對話性就會升高 我剛好是看到三張 沒錯 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張 這個是Julie的 Julie畫的 Julie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才再講一次 花大跟小 大跟小 對了 藍 Ultramarine 必須擺在一個岸面裡面 這個岸面 靠近我的會大一點 中一點 小一點 這樣才有空間 我們今天如果 在點拼的時候 我們只要學會一樣 什麼要一樣呢 就是色彩的溫度 告訴我們空間的距離 當我們色彩的大小 溫度 灰跟彩 就已經有三種層次的關係 也就是說你放進去的時候 它是暖色 它就告訴你 什麼樣的情形 好 這三個 百合 四個 這個也可能是百合 好 那我們 我們知道 這是Yvonne的 我忘了嗎 漏了它的名字把它貼出來 好 一方你剛剛開始學 所以會 用傳統的一個方法 我看到的形狀 所以會想說 我要把它描清楚 描清楚 所以越描越灰 就會糊在一起 這個是必經的過程 哪一個人不是這樣開始 那你慢慢的就退回來說 如果是這樣 這條路是行不通 如果這樣不行不通 那你就把形狀這個因素排除掉 我看看能不能用色塊 我就很大膽的去塗色塊 讓色塊來告訴我 色塊跟色塊的交界 就形成了線 這條線若隱若現 所以它有抽象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因為如果都是具象 我們就用拍照就好了 所以要我們要的是它色塊跟色塊之間 你先第一步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先練習色彩 那那個蘇雅師姐有PO一張 他們自己練習的這個圖色的這個練習 我想Sindy 台中的Sindy 他們也練習過 你可以參照這個方式 你的色彩擺下去就會很清楚 你很清楚的色塊跟色塊不會糊在一起 所以先練習那個調色的方式 那也是一個矩陣型的 你就很清楚說我這個 那以後你就會去標示一下 這個色彩這邊是暖色這邊是冷色 這邊是灰這邊是彩 有了這個以後你的色彩就不會糊在一起 這是很棒的一個開始 動筆為王沒有什麼其他的技巧 就只有從失敗檢討失敗檢討 每次只要進步一點點 好 再來 就比較大部分 這個是我的 應該是吧 我的 那這個是在 上個月禮拜四 我26號的時候 這個裡面還有時間4點的時候 那畫完了我們拍起來 那各位 我要 我已經看過後面跟我臨摸這一張的這個作品 那我從這裡我先跟各位講 你們要去看哪個部分 我們只學一點點 一點點這個叫什麼 這叫光的穿越 除了光線的穿越以外呢 光線是很抽象 因為你抓不到它 你畫不出來光線 你只能用血的指觸有光線 但是呢 我們人類的眼睛很有意思 他如果你用色彩啊 用線條啊 用一些Edge啊 用一些明度啊 你可以暗示光線 好來我們走 我們來講 這是什麼道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色彩 這個是一個 冷紅 我們在販骨裡面有一個顏色 叫Crinacridone Rose 就是玫瑰紅 那這個玫瑰紅的代表什麼 冷色 冷色代表什麼 東西很凸起來堅硬 你看我的手 凸起來這一塊叫冷色 凹下去的這一塊叫暖色 冷跟暖呢 一個冷就是凸 暖就是凹 那水面都亮的嘛 所以它是平的 所以是整片都是冷紅 那Crinacridone是Rose 它是這種玫瑰紅是冷紅 那當然就有暖紅 所以你到往旁邊移的是 你就要有暖紅 很明顯的讓光線 表達出來 這裡是有光 那就是沒有光 那什麼叫穿越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這條線 它是到了綠色的位置 但是呢 紅跟綠是不是混起來 它這兩個是補色 它應該是灰灰的 但是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 我們畫快乾的時候 我們才進行穿越 這個穿越呢 有一些呢 若有事無的會穿到這裡來 所以它會形成這個叫做 同一空間 那水面當然是同一空間 但是如果你把色彩跟色塊 區分得很清楚 然後甚至有交界也很線 這個線條 你交界的線條非常清楚 它就看起來不像同一空間 像你穿衣服一樣 這叫上陰的叫裙子 它會是兩個空間 好那我們來看看 大部分的作品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你們應該很清楚看得到 這個色塊跟色塊之間 就沒有所謂的穿越 那如果有穿越 它就灰灰的 意思就是說 它在下筆的時候 還沒等第一個乾掉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也就是追溯回去原來的做法 如果有影片 這位是誰 Amy 如果你有影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的西式劑沒有空一條出來 空一條 我們在現場裡面有示範過 這個地方是空出來的那一條乾的 所以西式劑是一條一條的 所以比較乾的地方 它就當然比較快乾 那因為後段的這種西式劑 比較快乾的 因為它從上面塗下來 所以西式劑到這裡的時候是非常乾 所以它可以形成了這個色彩 可以馬上附著 而且它的紅跟綠 它就不會混在一起 不會灰掉 所以你要做穿越 你要能夠了解到你的西式劑量的控制 西式劑量沒有控制好 它就會形成灰灰的 好 再來就是這個線條 你們畫的這種倒影的線條 畫完以後要記得再去用軟毛筆 稍微刷過 因為軟毛筆它不會像硬毛筆 一下把你下面的顏色拉起來 然後你這個兩個顏色會混到會灰掉 當你畫完了以後 你軟毛筆只要單方向拉過去 那個影子就拉開了 就形成這個倒影真的是在水面上 而不是另外一個東西浮在水上 這個是一個Amy的 我們一起把它 一起把它看完 這是Evang的 抱歉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你們可以看到所有的色塊 那這一個的線條 你們以後留 你們如果要畫這樣的一個線條 是要比較提前一點 提前一點就是說 這一個的應該有局部的覆蓋在這裡 當你做完這個的時候 你要回來回補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穿越 對不對 一個觀 然後倒影 然後穿過了很多水波 所以你應該看得到水波 不是只有一條線過去 就像你樹林之間的光線穿越 不是光線穿越過 有樹就不見了 應該看得到樹 一樣要回補 回補這個部分的 這個深綠色的波紋 要把它回補回去 好 再來是1234 這是第四個 這是應該是Amy的 我是可能重複 不是 我忘了這個 沒有括到上面的這個人名 好 Michelle Michelle 應該沒說錯 說錯了 這字型更正 好 我們可以看到 Michelle的部分 它有穿越 它有部分穿越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 這裡為什麼會灰灰的 這意思就是說 它的筆下下去以後 它把這個樹帶過來以後 它的顏色灰掉了 那為什麼會灰掉 這表示它是用的是一個 大型的這個軟毛筆 或者是這個顏料濕濕的 然後跟下面的顏色混到一起 會灰的原因 通常就是什麼 紅藍黃 三個等比例就灰掉 那這個怎麼來 你們可以看到紅黃 沒有看到紅對不對 你看到藍跟黃 那就表示藍黃裡面 沒有洗乾淨 所以當你在帶回去的時候 會把這個紅色放進去 其實這個也並不一定沒洗乾淨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證據 這裡的樹 你會看到它帶了 一點點的Alysium Crimson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暗紅 這個暗紅色可能同時用來畫這個倒影 這是合理的 可是因為它還沒乾 所以紅藍黃 你就會看到灰灰的鼻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的一個倒影 你就會發現 這個倒影 它就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我們所要的這種倒影 OK 好 這個就是我在講 如果你有穿越 穿越不只有是這種夕陽 然後穿越到綠色 還有一種呢 你的在暗面裡面的波浪 你的流過 也一樣有個穿越 這樣的穿越 需要乾乾淨淨的顏色 也就是說這個的顏色 更暗一點的顏色 你只要單向刷過一次就可以了 單向刷過 然後你再來回來 它就會一整片 一整片灰灰的 這樣就看起來不像倒影 它看起來是水底下的東西 這個就很適合畫 我們叫水底下的岩石的方法 好 所以這四章 我們一次把它解決 好 再來我們來看 Julie 的這個花 這個玫瑰花 我們上次有類似的這種作品 那類似的作品裡面 通常就是 這是麗姐的 抱歉 這是麗姐的玫瑰花 那這樣類似的作品 通常你可以看 岩老師的那個 描描買去的那個字畫 你可以看它的色彩 都是沉浸在 就沉在這一塊 應該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飽和的顏色會出現 那個飽和的顏色就是 代表這不是球形的最暗的暗面的暗 叫做交界點 然後它會有一條類似的這一種 我們叫大頭狗的交界線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圓形的一個狀態 這樣的話 這個花就會變得很立體 它就會整個變圓圓鼓鼓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一樣 你花裡面的暗面呢 你要暖色 這裡暖色這裡放得很好 你會看到暖色 可是呢色彩不會那麼鮮豔 最鮮豔應該在這裡 因為這個都很鮮豔的色彩 你各位如果放大來看 就會看到紅色跟這一塊的藍色 都是很鮮豔的色彩 色彩一鮮豔它就會跳出來 感覺是什麼 那邊有一個洞 在燒火啊或者一個燈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創造空間以外呢 我們要留意我們的花 是不是有造一個球形的方式 我們剛剛有講到百合 它是一個長方形的花瓣 所以它有個透視啊 有個朝向年 像這種圓形的沒有 它就是一個球體 就像我們頭一樣 所以我的暗面呢 一定會有一個比較暗的地方 來 我們來看第二朵花 這應該叫Julie了 因為簽名了 那一樣的意思 我們看到的這個過來 都是一個光線 到這個地方呢 它也是一個球體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 球體的暗面呢 它有應該一致性的色彩 一致性的色彩 要不然就是Cadian Red 或者是你可以有 Halizalin Crimson 加一點點 然後呢 混得很均勻的白色 不會是有厚圖的 像這樣 你們會看得到厚圖的筆觸 因為它在暗面齁 你要設計成暗面 它就是 我常常在舉小芬的那個大頭狗 你去看那個大頭狗 絕對不會有厚圖 沒有厚圖它就是平平的 平平的色彩 才能夠代表那個暗面的轉彎 好 這個是一個同學之間的作品 你們可以彼此去吸取它的長處 因為你要表達一個狗的頭 它一定是圓的 花也是圓的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暖色 它的表達就是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 它一定有一點像 類似像這樣 這麼深的顏色 可能它更深一點 好 待會我們再回去看 嚴老的那一幅畫 它裡面就有一點特別暗 它不是特別暗 它就是高彩度的暖色放在裡面 這樣就了解到說 其實你要畫得很傳神 你要了解這個球形的表達 它是應該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而且應該有一個大自然界 我們看過的 大家去設計出來 或者大家去了解的共識 這個球形它一定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兩朵花 再來 我看都講過了 再來 Julie有畫了這一個 也有 這是Julie的 然後也有畫這個 OK 我先來講這個 因為它這個 它單獨存在了 所以我們就單獨來講 這個叫做和 我應該沒講錯 所以和它應該是前大後小 那你就要表達前大後小 它不會有剛好平行的 這兩條線如果平行的話 它就不像和了 你一定要以斜斜的 因為你在畫一個巨大的空間 那你既然是要表達一個巨大的空間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到空間的規則 你不能違反 那是一個大自然的原則 這一塊就做得很棒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像什麼 還有兩隻鳥在飛 那那個西世紀留下來的那個感覺 遠遠的好像就一點一點的 好像有樹林有什麼 然後它又不是純粹那樣 它有一些穿越 有一些霧狀 有一些色彩放進去 這個色彩是飽和度稍微高了一點 不過呢 它也形成了一個跟我講說 這叫做Altramarine的藍色 遠山裡面的凹陷的山 而且呢 它是跳著放的 這類似我們剛才講百合花 你的暗面的藍色 要從大到小 然後慢慢往越離 這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這個藍啊 那大小的面積應該是 這邊大一點 中小 然後越來越淡 應該是這樣子 像元老的那一幅荷花的畫一樣 百合花的畫一樣 不過那個西十記用得很好 那這個是Julie的另外一個 剛才西十記用很多 這一張呢 幾乎你看不到西十記的痕跡 它到處都是Edge 那這個到處都Edge 會產生什麼一個感覺 它這個東西每樣都離你很近 也就是說眾生的空間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創造眾生的空間 這個局部要讓它做穿越 這麼說好了 這一個這麼長的一條線裡面 應該有一部分的藍 屬於暗面嘛對不對 它被石頭擋到了 所以這個石頭的藍 跟這裡的明度的某個 咖啡色啦 這個石頭顏色啦 whatever 你的兩個明度很接近 但是它好像它遮到它 所以呢 它就明顯的跟你講光線從這樣過來 或是這樣過去也可以 不會 你如果都沒有光線 那你就看不到立體的東西 這個沒有影子 就看不到那種立體的空間的感覺 所以要去創造 這個水面雖然是同一個平面 可是我們要去創造它立體的感覺 就不能只用視覺來複製 用了視覺來複製可能就會像這樣 所以要去創造這個水是立體的 否則這會是貼上去的 好像是剪貼貼上去的 這是可以給你自己的下一張 所以去注意說 我怎麼去設計一個比較立體的 就算花它有個暗面 頭它有個暗面 大頭狗它有個暗面 一樣 來 我們來看描描的人像 描描的 這個兩個Edge太強了 所以它眼睛 你就看起來那個眼睛就特別的 就在同一個平面 那兩邊是一樣的明度 所以它沒有辦法前後 它應該還是 你會看到這邊頭髮多 這邊頭髮少 那一定是這裡離你比較近 這一眼離你比較近 這一眼它離你比較遠 那比較近如果你的物狀區是從這邊過來 那物狀區那個地方就不要擺設了 就擺色彩就擺對比 那就黑在這裡 然後這裡擺色彩 OK 這裡是光過來 光快消失微光這裡 你就開始擺色彩 好 這個是鳥喵的 好 鳥喵的好像還有一張 它去修改那個 芭蕾舞那個 我是蠻建議你已經很辛苦了 可以換一張 再創作 Always創作不是去Always修改 修改跟創作是基本上是兩回事 你買你設計一件衣服 應該不是去修改過來的 你去設計了一個一件一套 來以和敬佩他戴著墨鏡來畫的 應該是啦 我想像的 因為你剛剛手術完 那其實畫畫還好 因為在室內 所以沒有什麼光線直射 除非像我們這種 有類似像這種 大型的碳照燈朝著你眼睛照 不過也應該不會 因為它只有反射而已 這是一個海浪 海浪的部分的題材 明度非常接近 但是它有一個最暗的幾個地方在這裡 所以各位可以感覺到這個浪 它是站起來的 因為它代表同一空間 那浪站起來以後 它是不是有一些白色的浪花 離你比較近 因為它是捲起來的 那既然捲起來的話 離你這邊比較近 視覺上就應該厚圖 所以它也有做了厚圖 這是非常棒的 那既然站起來 那是不是有光線從這個 從這個站起來的浪的水 這個從後面照過來 穿透了一些光線 那光線快消失就產生色彩 所以我們這幅畫缺少了什麼 因為都是藍色 就缺少了一個色彩 你應該放點綠色 在哪裡 在這一個地方 然後跟那個花一樣 它越暗的地方 色彩越濃郁的地方 你可以放一個飽和度很高的綠色 暖綠 那這樣的話它就會形成 這個好像後面有光 然後再來一個很飽和的黃 然後慢慢慢慢淡出來 像我很喜歡的這一塊就是在這裡 你的穿越 就是它跟背景非常接近 明度非常接近 尤其是這樣 它不會像這樣 很明顯的一個邊界都出來 那很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像什麼 這不太像浪 因為浪就應該背景有一些明 有一點像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兩個明度接近情形 雖然你還是看得到筆觸 那這樣的浪花它就會站得更棒 然後在前景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浪 你找這個題材 其實就已經是 已經跳了一擊了 就是你不是去找一個有具象的東西 我一定要畫個什麼東西在那邊 你是畫了一個 根本沒辦法捕捉 你只是從照片裡面捕捉到某個角度 你覺得它很美 如果要表達這個東西 你就要想辦法去加入某些東西 因為它可能看起來很抽象 你要讓它有很具象的東西 這叫海浪 否則這幅畫你把它顛倒 我不曉得 你可以試試看 你自己把它顛倒 看起來也像一幅畫 你這個失去了平衡 那如果你要把平衡找回來 要需要把這個前面的這一些 改變成Edge 非常明顯的Edge 你的快狀調狀現狀 至少快條狀要放進去 讓它覺得這個是比你比較近的 還有在上面的快狀上面的叫做穿越 因為一旦有快狀你就可以很輕易地做穿越 就像我們剛才看那個弧面的色塊一樣 色塊跟色塊之間的穿越 光跟光之間的穿越 它就形成同一平面 所以你給的色塊它就不會很突兀 它就很雖然看起來是有波浪有凹陷 我想這個凹陷這種波浪 我們之前素雅有凝陷的一副 就是深藍色的這部分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好 以核的這一個 叫做什麼草 蘆尾 不是蘆尾 好 沒關係 whatever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它的h它就擺進去 跟我們剛才一樣 這邊的h沒有那麼強 這邊的h變強 然後這邊的色彩變多 這邊的色彩變少 然後物狀區在這一塊 然後色彩區在這一塊 然後色彩區在這一塊 這個是不是完全符合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要把色彩 放在這裡去顯示它是個圓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個球 一看就像 像個球 它不會像個平面 這個也就是大家可以學的地方 它的暗面呢 這叫明暗交界 然後這一條線非常清楚 你看它的圓形的交界 然後你可以看到最黑的這一點 最黑的這一點在這裡 這是深陷進去的黑 這裡有幾個點它都跳著畫 甚至這裡有幾個比較更暗的暖綠 更表示它深陷進去 所以呢 這幾個點為什麼不會是在這裡呢 為什麼沒有在上面呢 你上面你看都是一個物狀 而且它給它的不同的筆觸而已 然後這裡呢 它就非常清楚的H就跑出來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一個題材說你不能畫 即便像這麼柔軟抽象的東西 幾乎是看不到題材的東西 就跟剛才選的那個浪花一樣 都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都是非常可以思考的東西 而且如果你思考過了 這個誰拿不走 就是你基本上放在你腦裡面的內 已經內畫的這種技術的知識 好 這裡也有一個 這個是A米畫的嗎 還是米學 你們兩個我常常弄不清楚 那我來講這一幅畫的差 也就是說我們以我們中近 這個要近遠景 中近景的 這個中近景的然後天空又是最遠的 所以你其實你跳過了中間那個景 跳過了中間那個景 我們的背景它不是很近 所以它沒有辦法表達光韻 但是它可以表達空氣 光韻是怎麼來 光韻是你插了一個蠟燭背景很近對不對 所以你那個光它會運到背景裡面 尤其是黑色暗面的背景 但是這個 這個蘆葦或者是 好啦 反正它會飄動 那假設是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表達它的飄動 那這個表達的飄動就是同一個筆觸 然後這裡畫的很棒的地方 大家可以學 你看它的筆觸都在右邊 它暗示你呢 這個來了一陣風這個東西這樣翻過去這樣翻過去 所以它朝向光線的那個亮面都在同一邊 這也許是照片給它的 不過它在設計上 它充分應用這一點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暗面 我們剛剛看到乙和的那個花 它有一個暗面對不對 有一個色彩對不對 你看明度即便差這麼一點點 一點點的暖色 它就告訴你這個東西是圓的 很不容易表達 因為它這麼小 而且它每一朵都有 你可以看到 這裡也有 而且這裡也有 另外一個 它對於色彩的埋入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一看這個畫就 我們就覺得很清爽 如果你倒退很遠的地方去看 你會很被它吸引 因為什麼 第一它交界很清楚 很大 而且它表達色彩的地方 非常小塊 就這麼一點 最暗的顏色在這 它很可惜它是沒有穿過去 所以它會覺得它是兩段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 它是最後去補了這個暗面 那我這麼建議好了 你下次補完暗面 你再補回去 補回去這一條 也就是說我們叫 這個叫穿越 對不對 那穿越有一部分 你可以先補個暗面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色彩 或比較亮一點的把它覆蓋過去 這樣的話 它就產生了 這個草跟草之間的空間 因為我們這一堆草 就是要說重複性的局 我們很難表達它眾生 因為它離我很近 它怎麼有眾生 那就有可能貼到我臉上 意思是一樣 那怎麼眾生呢 重疊 你看這個是不是眾生嗎 我有兩根 那我們以前用什麼 用色彩色溫色 那好多要很多 那那個草又這麼細 我怎麼會有色彩 也沒有色塊 那很簡單就是 重複性就是重疊 重疊你就產生了空間 所以呢 如果你的草是這樣飛 你有一些草也是這樣跑 有一幾根要這樣 然後讓你的這個草 重複性的H裡面有一些會發亮 好像這個葉子一樣 它不會全部都綠色 它也有一根剛好折過來的 然後你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讓下面的這些草 重複性的H 充滿了生趣和樂趣 好 我想我大概講得差不多了 我不曉得有沒有漏掉到這個月的 好 那我回去我們群組裡面 我覺得群組裡面有一些討論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們上次是3月9號點評的 那我來倒到最後面去看 這個是剛才Amy畫的 她剛剛PO的 這是剛剛PO的 所以你可以 我特別舉Amy就是說 第一個 每一個人 你看畫家都不會是兩個一起成名 或者一個教師一起成名 從莫內或者是 就即便高跟跟飯谷一起畫畫 或畫到最後就吵架了 也就是說畫這個東西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要怎麼會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就開始畫的是 就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系統 你自己的系統去畫 才會有自己的想法 否則別人講一講 你大概就被他拉過去 這個是事實的 因為我們在國外的訓練都是這樣 為了你自己的想法而戰 要不然你就沒辦法成為藝術家 你沒有辦法創造 叫做創作你的東西 你只能複製 或者修改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就像Amy這樣 每一個影片都告訴我們 告訴你自己 你為什麼要這樣修改 錯了什麼關係 不會關 你就要告訴你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過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 再自己去看影片 我到底有沒有做到 那是不是我以前的假設是錯的 假設是錯的 我就下一個部畫作的時候再去修改 這是他的順序 順序不是很重要 是順序他是照他自己講的 他有拍個影片 他自己講的影片去畫 這個才是重要 他也去參考 我可能不曉得哪一年的影片裡面 也有講到這一種類似的春樂 也有影片 那我想他也放上來了 各位也可以類似像這樣 因為也許你真的不好意思講 不然你不用剝上來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留著慢慢欣賞 YouTube裡面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不要公開 你就放上YouTube 十年你還是看得到 你各位可以去看我七八年前的影片 都也還在 到現在也來一千多部影片 可是我每一次 不小心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就知道 那個時候的想法到現在這條路 我是怎麼過來的 是匍匐前進還是快速跑呢 還是我又繞了一圈 很多大部分時候都是繞了一圈 因為有一些理論是自己設計的 然後自己去證實他錯而已 所以他其實是繞一圈 繞一圈有沒有浪費時間 沒有 因為你知道那條路不行 起碼知道幫你省價了一些時間 好 這是他的 另外一個 我想他講的這個 就是這個Fly Bear Art 你們就去訂 然後裡面有一個播放清單 清單裡面有什麼籃球 什麼你就不要管它 因為那是我私人的收集 就是我喜歡做什麼事 我就會把它弄一個清單 那每一個清單呢 我就會一放 然後他就會一直放 從頭放到尾 比如說籃球有八十幾部影片 然後每天我都會看一次 當然每次都看到 第十部第八部就結束 可是我重複一直看的結果呢 說洗腦也好 說一個徹底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印象 也就是說在你下次 你假設你的理論的時候 不會太離譜 因為你已經人家幫你打好底了 就畫畫也一樣 這些所謂的理論呢 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耕耘下來 就是你自己的風格 所以你要記得自己去建立 你自己的風格 有老師的YouTube 像他這邊講的也 這裡的YouTube所有的影片 都是給你參考的 既然有人這樣講過 我也可以這樣講 那我的順序是怎麼樣 那我要拍什麼東西 我講的方式是怎麼樣 這也是經過了千百次以後的修正 以後才會到這裡 還未必是對的 因為永遠你們會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上 再往前超越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照片 這一段Amy的分享 我想是不是要把看完或聽完 都不是那麼重要 是他所知道的方式 他盡其可能的把他所知道的放到裡面去 放到裡面去去應對 然後真正動筆 然後試試看自己是不是能做出來 好啦 我今天大概就用這個影片來做為結尾 那我們大概也花了40分鐘 我要來慢慢存上去 好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